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对比的介绍了一下 字符串的查找功能 对不对 可以查找固定的字符 这节课我们介绍了一下正则如何去查找和匹配 对吧 我们看一下上节课 我们使用这几个函数可以做到查找到并结取出来 对吧 而如果使用正则的话会更方便 功能会更强大 比如说咱们用STR也好 或者是用STR POS也好 是不是只能查找固定的字符 对 比如说这样 如果STR STR查找一个字符串里边 这是一个TES的测试 假如说我从这里边 咱们上几个例子 是不是查找过TES的 对吧 如果查找到了的话 我们说什么 是否存在 是不是写了 是不是存在 否则咱们这写什么 说出不存在 是这样的情况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能查找到 是不是存在 可以找到 那如果我这查找固定字符串 这些用这几个奶都没问题 对不对 一些戏者咱也说了 但是如果我想在这里边查找 比如说 我把里边的所有数字 有数字就能查找出来 这个函数能做到吗 比如这块 有5 这有8 这有9 如果查找固定的数字 咱们能做到 比如说 查找5 是不是可以啊 或查8 或查9 单独的字符是可以查的 对不对 但是只要是数字我就能查出来 那只要是数字是不是一个模式啊 对 对不对 那他就做不到 而正的表达式能做到 对 可以把一系列都有规则的东西看成是一个模式 处于这个模式的 我全都给他找到 就这意思 对吧 那我现在这个现在是办不到的 你看 现在查5是可以办到 对不对 但是有数字就查 他是办不到的 那如果我换成这个函数 看一下 PREG 下号线MATCH匹配 对吧 前边是个字符串 是个正德表达式 后边是从哪个字符串里开始匹配 知道了吗 那你只要想起你想匹配的模式就行 比如说我用鞋上匹 用鞋上字 对 你看一下 只要是数字我就查到了 对吧 是不是一个模式 就存在 任何一个数字都存在 比如说这话来个来个10 对吧 只要是数字就是存在的 对 这就是发现正德的功能会比字符串查找功能要强 可以按模式去查找 对不对 而字符串只能按某个特定字符或者特定字符串去查找 是不是这样吧 通常咱们PREG 通常就这种方式的话 经常用作在验证的地方 对 验证的地方去做就是表单验证 对吧 如果学GS的GS验证也会是这么做 比如说为大家写几个表单 这块就保险一个 第一个程序 比如说这里边 先把原来的关掉 写个 为大家写简单的几个验证 Action 如果什么不写是PRE自己 对不对 方法 我们这块留 POST 然后这块比如说验证用户名 input类型等于 test 名字就等于 username input input 类型等于 空 这是一个 然后 比如说验证email 游行 input 类型等于 tst 然后 email 然后 为优值 等于 空 dr 然后再来一个比如说 ur input 类型等于 tst 然后名字等于 ur 为优值等于 空 这是咱前面写过的几个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还可不可以写什么 验证电话号码 验证QQ号码 是不是电话号码 是不是QQ号码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只要你都别人正的 咱们都可以验证 对 而这些用字幕串验证是验证不了的 为什么用字幕串验证不了 email是一个模式 对不对 符合这个模式才可以同步 是不是这样的 那下面我再写一个登录按钮 踢交按钮 类型等于 supmit 名字等于 比如说动作supmit 微动值等于 比如说supmit 踢交 就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然后我们来验证 数据合不合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的话 踢交给自己 我这里边直接用 pp代码写 如果 a子赛的先判的是谁 对 因为踢交给自己了 对不对 先判断 do submit 这个变量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 是不是证明用户踢交了 踢交了 就一个验证 比如说 用户名不能为空 咱们去验证这个 对吧 那假如说 咱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都是这么验证的 如果 wwwpost里边的 用户名 不 比如说等于空了 那我这话提示 输出 用户名 等到 不能 用户名 为空 等到 不成 对吧 就简单写几句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表单 能不能验证这个 正话 对吧 我现在直接提交 我查看字符机改查 字符编码 又听了吧 你看 是不是用户名空不成了 对不对啊 但是呢如果加空格 是不是加空格 加空格 我再提交呢 是不是就可以过了 所以说明什么 这种验证又不输出空格就可以过了 对吧 不安全 那我们假如说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验证 怎么验证用户名不能为空啊 如果我们用证则你看这么写 不这么去写啊 这块用PREG 下方线MATCH 匹配对不对 在这个 倒入下方线POST USERNAME 字符串里边 匹配什么呢 这块就看我们怎么写博士了 对不对 斜杠S代表什么 是不空白啊 那斜杠大S呢 除了空白的所有字符 咱们就不允许它为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块能不能那么简 监控号 以什么 是不是必须以非空白开始 对不对 然后中间怎么呢 假如我这块加个 加上 斜杠的S是非空白对不对 非空白可以有最至少有一个 一个或多个对不对 然后再按这红 什么意思 这必须以非空白开头 非空白结尾中间是连续多个非空白 对吧 你看 现在如果这么写的话 小心一下 现在 空白 是不是空白 如果 这块是 看一下 看一下 问题 在哪 你看一下 这块是不是匹配到 非空白的时候才为真呢 对 我这块是不是得加碳号 匹配到了才是真 完了 这是用户不成 那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没匹配到反复了 所以这块需要加一个什么 叹号对不对 我这里边围着中文 我这里边 加一个H1 我加个改过来 不然每次对调对不对 文本类型是文本的TMR chartset 来我这里边假如说我输入空白 提交 提交 是不是用户为空不成 对 我输入非空白 是不是就过了 对不对 那这样空格这样行不行 对于这个政策来说也不行 是不是用户名不能为空 对不对 因为他说必须非空白的是连着的才可以 是不是这种判断最严谨一些 用户名 你见过有几个用户名就空中格开的吗 是没有 所以这种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只是验证一个用户名 那假如说 我先验证以卖邮箱都不合适 对不对 如果也是用这个 探号 PREG MATCH 匹配 匹配谁呢 这话也是一个正当表达式 对不对 对吧 后边POST 用户提交过来的邮箱符不符合 这话可以输出 不是正确的什么email格式 对吧 email前面咱们写过这个 我把这个直接拿过来 这是咱们上上节课写过的一个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不重复大家写了 你看如果不符合这个格式的话就不行了 假如说我说话 用户名不为空可以过吧 那email我想 aa 提交 是不是不是正确email格式 那如果我就是写上 aa 圈里 bub 这就可以通过 对不对 那同样 那同样 输入ur 是不跟你道理是一样的 嗯 我就粘贴一下 你看这一层层验证 每一个一写是单独验证就可以了 那ur 前面是不是咱也是写过的 对 我把这个直接拿过来 就是把你以前编写的正格表达式 往这个里边一放 就可以了 这块改成 ur 对吧 嗯 不是正确的ur 合格式 如果有电话号码 如果有q号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一个一个去写 嗯 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 如果我输入错误的话 你看 假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输入 不是正规空不成 不是正确一般的格式 不是正确ur合格式 对不对啊 那如果我都输入正确的 a chrpb.com 这是正确的格式吧 嗯 ur格式必须得rtdb.com 3w.com 这是正确ur格式吧 是不是就过了 嗯 对吧 当然这个函数 功能还不仅如此 我给大家保存一下 嗯 比如说是 rp.com 功能还不仅如此 假如说我们就拿这个 匹配 ur这个 来说这儿 匹配到了之后 这里边 是不是就匹配到了 嗯 如果匹配到了 我们可以 将 这里边有个第三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正确表达式 第二个 是什么 是咱们要匹配做不算 对不对 第三个 就什么 第三个参数 看一下 就是一个速度 会把匹配到的东西都放在这个速度里边 那我们这会输出一下这个速度 p1 输出 平安 到了火焰了 是不是这个速度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块输入一个UR格式 htt 地方号 3w6.百度点看 谁边写的 你提交 你看 是不是这数组的格式就已经有了 对吧 而这数组的格式会给我们分几部分 数组的零式匹配的全模式 而每个小括号代表紫模式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UR每一部分都拿出来 你看 插括号 第一个括号是代表协议的部分 第二个括号是代表主义主机的部分 第三个括号是不是代表域名的部分 第四个括号是顶级域名的部分 对不对 第五个括号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那个资源的部分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可以输出所有的 你看 完整的URL是到了幅下发线 不是下RR里边0 是不是就完整的匹配出来的全模式 对吧 然后 对 协议式 然后呢 就是主机式 还有 根玉式 玉名式 玉名式 然后还有什么 顶层域 然后后边是顶层域 然后后边是资源 资源参数 下边这没有了吧 你看我一共有几个块 下边为0的代表是全模式 对不对 下边为1的就是协议 对不对 为2的就是匹配到第二个块 是3W或者Mile或者BBS 对不对 然后顶层域这是下边为3的 预名是3的顶层域 4的 然后资源之后是5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光能匹配到 还可以把匹配到的每一部分 单独拿出来 对 看一下最后如果再输入一下 你看完整的UR是这个对不对 然后协议是这个 主机名是3W 域名是这个 顶层域是CAM 对不对 参数能没有输 是吧 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匹配的模式 对不对 当然POST的我这块 刚才把那表单删掉了 对不对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跟大家介绍的 另外一个匹配 正则的匹配的这个函数 当然它还有两个匹配的函数 下节课咱们就显示介绍 好吧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继续介绍 正则的匹配和查找函数 好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